在本草原 哦不 在本花园 我可是最厉害的射手 啊是这样的吗 我打 这什么破玩意儿 嗨嗨 我又来了 而且我又变强了 去你的 还是破玩意儿 在千万粉丝的催更中 植物单向是BT 他来了 但是这关卡也太多了 最近不是流行轮盘挑战吗 那咱们也来一个 从前12个关卡中选一个 直接开整 王者之夜 王者之夜 不错 喜欢这个系列 记得把赞点起来哦 让我们直接进入游戏 好家伙 一看都是老朋友啊 当然有的人我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就比如这伙 从这个潮流的装扮上来看 视频捂着 武王小老弟 满那我就放心了 这个是 小呆呆其热乌龟 你有驾照吗你 这款的植物 我就带的比较随和 你这 竹笋爆 豌豆射手都搬出来了 你这还随和 好好查你的软行不行 我就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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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可真多 这款的名字叫 王者之夜 但是僵属还没有过来 我就被你们烦死了 谁要瞧我们的氛围呀 谁呀反正不是我 来了三个小呆呆 以为从哪偷个铁门 我就不认识你了嘛 太搞笑了 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后悔 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 让我带樱桃炸袋呀 就是因为我没有让你们 参与选卡嘛 没关系 来一个豌豆射手 再来一个窩瓜 解决油爆铁门 半正面的小呆呆 那我呢 那我呢 没有办法 让坚果哥哥跟你玩会儿 其实我早就发现 坚果已经黑化 所以白给杨士也没有关系 这一关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难度嘛 你不要过来 就剩一个了 这个金色的小蘑菇有毒 真的有毒 不要吃 真想 你不要过来呀 前面真的什么都没有 oh no 我的法拉利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没关系 这不是还有四个车呢嘛 不是 你们在我后院干啥呢 在我家后院 蹦地不叫上我 还有没有天理 还有没有往返 不行了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 这一次 我必须要送给你们 一个大波寡 oh 这样就安全了 等等 你们是恶死鬼投胎的吗 哎哎哎 你们这是多少天 没吃过东西的 我屋子里面真的没有吃的了 全部都在草坪上 我的妈 再来一次 这一次我要请来 我们的向日葵 我不是在夏威夷海边 吹海翁的吗 我去你的 赶快给我生产眼光吧 有了向日葵 和白嫖的小碰姑 我们就可以完美的度过前期了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宝的小号家 大夫 下次看到点路啊 慢慢的 我们就建立起来 小喷姑和大喷姑的防线 一般的僵尸 肯定是过不来了 除非是二般的 接下来有请喷 接下来有请 草原上最厉害的射手 荆棘射手 其实我不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是我的提身使者 什么 你还有提身使者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请过的 这一波攻击 嗨嗨 我又来了 这不是那谁吗 家招考出来了 既然骑了今年最新款的乌龟车 这玩意儿我可是看了好久都买不起啊 你的视频连个点赞都没有 当然买不起 我让你多嘴 第一大波僵尸 去一把提身使者 奇怪 这为什么不攻击啊 难道是脑壳子快掉了 眼睛也不好使了吗 后来我发现 提身使者的攻击是比较近的 但是它有着非常快的攻击速度 也就是说已经单身了几十年 我他妈 我才十八 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 也就是说他已经单身了十八年 我才刚喝一口茶 又来了这么多僵尸 这又不送你们一个大宝贝 我就感觉非常愧疚 这个世界还是那么的美好 来到最后一波 虽然咱们的提身使者还没有召唤完毕 但是完全可以顶得住僵尸们的进攻 等他们玩得非常happy的时候 直接一个毁灭孤 大眼一看就剩下几个巨人僵尸 对于我们的提身使者来说 巨人僵尸还是比较好打的 怎么回事 你这又要造反了吗 不会还要带走我一辆法拉利吧 看一下卡堂 我们还有一个毁灭孤 OK 实际差不多了 直接一发带走 K.O 小伙伴们 喜欢这期视频呢 记得点赞哦 我是沈金骏 拜拜 拜拜